就是Sumif这部分 其实Sumif我刚刚有提过 其实跟有一个插入 这个枢纽分析表 其实有蛮大的关系的 因为枢纽分析表里面 很多东西其实就是帮你做加种 加种的话是有条件的加种 其实跟那个Sumif函数 有蛮多地方是类似的 而且好像蛮多同学 对那个枢纽分析表这部分 蛮感兴趣的 怎么去做 不过我想这是另外一个课程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刚好我就是有交到类似的课 所以我有把有一个东西 分享在云端上面 我们云端白板里面 有个枢纽分析表的课程 如果你有兴趣 就是提供给你参考 这边还有讲义 讲义也是我自己编的 编的很辛苦 那提供我就会参考了 那这里的话呢 有关跟VBA有关的 因为这边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因为这有些东西 书纽分析表大部分书里面都没有讲到VBA 就变成说你要图法力慢慢弄 那我觉得这好像不合理 所以我要自己把那个VBA跟书纽分析表做结合 所以回去的话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把那个范例档下载下来 那里面的话呢 一样把它解压缩 第一个是这个 你可以先找那个问卷调查01 跟问卷调查02 这问卷调查里面 我大概就希望做出什么样的效果呢 问卷调查01 它本来是长这样 因为问卷调查的时候 我们在输入的时候会用编号输入 但是这个编号里面代表的 比如说性别A1的 指的是清单里面的男 然后呢A2指的是女 那年龄的话呢 指的是对应的这些 比如说B1指的是数最以下 B2指的是这个 你会发现这边有这么多 这么多对照表 左边的是它的编号 右边是它需要把它改的 所以像这种东西 如果以前你想到应该怎么 可能第一个想到应该怎么 Ctrl-H 对不对 取代 那你会发现如果用取代的话 你要取代多久 应该很花时间吧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用VBA的话 其实呢 你可以在瞬间 所以我这边可以 假设我先复制一个 那这个是最后我要把它 一键完成的 所以我这边又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呢 就刚刚的写法差不多 For I等于第几列到第几列 只差别就是说 我做的动作 其实不止一栏 因为有B栏到O栏 那如果我这边把它全部执行的话 可以看到编号 执行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 马上就OK了 所以工作里面 假如说呢 你会用一点VBA 应该会省掉蛮多的力气的 而且你有新的问卷栏 再按一下 又OK了 对不对 我想应该效率 可能可以让你 早上可以很 惬意的喝个咖啡 吃个早餐 应该没问题 OK 时间还有剩吧 其实原理原则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东西 有没有发现 其实就丢字串而已啦 只是里面我用了一样V路卡兰数 所以这一题 回去我兴趣同源 关键一 就是把那个里面的名称 就是清单里面的这个名称 先把它我用定义名称啦 因为定义名称 这个叫性别 这个叫年龄 因为用名称来取代那个 我们的范围会比较简单 这个后面还会再讲到 只是说如果兴趣同学 可以回去定义名称部分 如果你不熟的话 你可能要先熟这个定义名称 第二个用V路函数 第三个就配合VBA 就可以把刚刚 本来是这样子状况 变成这样子结果 OK 还有兴趣同学啊 云端上面自己在看 因为这不是我们主要课程的规划内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云端上有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对什么 我刚刚讲的 问卷调查02部分 比如说我要做枢纽分析吧 你可以把那个 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枢纽分析表里面的这个 问卷调查02 维言实党里面开起来 然后这边开起来之后 如果你要做枢纽分析 假设我要统计什么 统计我这里面的问卷 总共150个样本 里面的话性别男生跟女生各占比百分之多少 如果说我以前如果用函数用VB好像没有更好方法 那你就想到用枢纽分析 那枢纽分析的话其实很简单 应该大部分同学都有用过 就是说熟不熟而已 那比如说我第一个 他会帮我找范围 第二个的话我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他的性别 里面去统计他的什么 统计他的 比如说我根据他里面的 但是他这边一样两个都列根词 都是用那个性别 那不过他统计出来的结果 他会是几个 可是如果我要百分比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什么 从这边点击 点击他里面也叫词的栏位设定 找到一个他预设是加重 其实这个其实是count if 上面是sumif 不过因为他里面不是数字 所以sumif没有意义 所以他帮你改成count if 那你如果要把它改成百分比的话 这边有个总计为百分比 OK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问卷 总共的问卷里面 女生占比多少 男生占比多少 但是这边有一个需求 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边问卷有性别年龄 教育程度等等的这么多 那我如果希望每一个都要帮我做一个 做一个的话 那应该花很花时间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一键 自动帮你把所有的书的分析表 全部做完的话 那我在云端上有分享 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 自己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 看到这个 刚刚的那个问卷调查 我刚刚这边有分享一个就是 怎么样把刚刚的动作变成自动化 里面的话大概有比较重要的部分 下面这边有打开的话 自动化应该是像这个 枢纽自动化 那其实关键还是一个负回圈 比如说我今天要跑 总共有五个报表 我希望把它自动做出来的话 其实就这个 我大概demo给各位一下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自己不妨再把细节稍微看一下 那一样 如果说你要把它run起来的话 你就直接把这边的程式 直接把它 把它直接贴过来 那我试一下 再来看一下 当然这个forJ指的是哪一栏到哪一栏 那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从这边第二到第六 如果我这几个性别年龄交易成等等 我通常产生那个枢纽分析的话 那我直接就跑一个回圈 其他就是做一样的动作 其实我刚刚 这底下的程式实际上是用录制聚集产生的 就我刚刚做那几个动作 把它录下来 然后把它包在回圈里面 基本上就OK 我试一试 应该这样没问题 好像我看一下这个地方 名称没有 问卷调查 应该是这个关系 这个把它删掉一下 这个也把它删掉 我抓第一个 因为我这边程式好像是抓第一个 我看一下 训死里面的第一个 OK 把它跑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顺先有没有 年龄做完了 性别年龄也做出来了 占比 加益程度 职业 越收入 他后面其实也都一样 你就跑回圈多跑几个 他全部每一栏都帮你统计完 那至于说你要做更复杂的 再加上去就好了 那只是说你们为什么会举这些例子 因为如果你以后 假如要做复杂 其实基本上还是回圈 还是中间的东西 只是稍作修改而已 OK 所以这部分提供有关枢纽分析的部分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讲到有关那个SAMIF SAMIF 枢纽分析表里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帮我们做SAMIF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SAMIF 比如说我今天要针对什么销售部跟开发部做资料的加总 那你会发现这边部门跟奖金里面有销售部有开发部 但是我要加不是全部加我要是有条件的加 如果这个范围里面是开发销售部的话才去加 那怎么怎么做呢 一样插入函数 找到那个数学函数里面的SAMIF 所以找到SAM开头 这边有个SAMIF OK 那特别注意 SAMIF下面有个SAMIFS 这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是SAMIF是一个条件 SAMIFS是多条件 也就是如果你将来是多个以上的条件的话 你可以用SAMIFS 那你一个条件 SAMIF按确定 那特别注意 这个SAMIF你的使用方法 我的习惯是上面这两个参数当成一组 这个叫条件 去哪个范围找 如果这个条件为TRAW的时候才去做加总 OK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第一个我要找的是什么 找销售部 所以我就把条件放这里 你帮我找一样销售部 Range是去哪边找 去这个范围找找看 如果找到的话 帮我加 加哪里加奖金 OK 所以逻辑大概是这样 Criteria是条件 在这边找 找到之后 帮我加总 基本上 所以我的习惯 可能会是这样 就是先 这个第一个 再到这边来 OK 所以加起来的话是4500 开发部部分其实也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再把刚刚的动作再做一遍 操环数 最近使用过的三米夫 一样条件是开发部 这哪边找 去这个范围里面找 找到的话帮我把这个范围的金额加强 OK 那底下的话呢 除了说我可以是条件部分 可以是一个自串之外 另外你也可以是什么呢 大于5000这种叙述 比如说我这边销售额 如果是大于5000 帮我把这个销售人员加起来 那这里的话当然插入函数 三米夫 假设 那条件的话你可以是大于5000 不过如果你移开之后 你会发现他也会帮他当自串一样 OK 那如果我要去哪边找呢 这个范围里面找 所以你会发现他比对的话 会把这个条件放到这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大于5000 有的话呢 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的人员加起来 所以按确定之后26个 为什么 因为这边总共会有三个是为处 所以他帮我把这个加起来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再切到综合练习二 这边有个题目需求 那这个题目需求啊 的范例档 是在另外一个档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请你再开启什么 另外一个叫教师研习时数统计表 那叫统计什么呢 统计这些老师 有没有参加这些研习 有的话呢 帮我把他的时数加过来 好 来外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个刚刚讲的重点 第一个大概枢纽分析表 相关跟VBA的综合应用 我刚刚举了几个例子 我觉得这几个例子都还不错 而且后面呢 讲到那个减税参照 而且可以带一下 刚刚问卷 调查01那个范例 我觉得还蛮有成就感 按下去 自动全部把编号 自动转换成它的名称 工作里面其实应该蛮多这种 当然不太建议你用取代 因为如果你取代的话 光那些栏位 光那些东西 因为这么多名称 你光要取代的话 可能短时间内要把它全部取代 完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倒建议 如果你有那种取代类似的功能 其实倒不如 可以用VBA 配合那个什么 Vidu函数 但Vidu函数里面呢 会再配合一个叫做定义名称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之后还会再提到 回去有时间的话 不妨可以把 那个调查01那个范例 稍微试试看 另外还有调查02是 书纳分析表 如果你书纳分析 每天都要做一堆的话 其实你不妨 也可以跟VBA做串研 如果串研前 你会发生工作真的轻松多了 自动帮你产生很多东西 试一下 再来就三米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后 הז fueron